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你是如来 你不是佛 你可以成佛 那这个主题实际上关乎到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 和将来你要去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就现在佛法界有一些误会的地方 我们进行一些讨论 然后争取大家都能够在讲座结束之后 就能够达到明心和见性的 这个从理上入 从事上入还需要大家学一些功夫和技术方法 但是从理上让大家基本上可以明白什么是明心 什么是见性 这样呢就是你才可以真正的开始真修实证 否则的话 按照六组的说法 如果你为你为明心见性 你就去修炼或者是实证佛法 你就是盲修下恋 盲修下恋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我们在座的各位年龄也都不小了 剩下几十年我们希望能够借此肉身寄身成就 按照我们传统的古佛的方法就是说借此肉身成佛 说我们不能去浪费时间 那么这个就必须搞懂一个东西 就是明心和见性 这两个问题 那这个首先我们从哪开始呢 就从我们是谁这个话题开始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第一个话题是父母未生我前本来面目 这是禅宗的话头 就是说你父母还未生你之前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先要搞清楚这个 好 父母寄生我之后我是谁 就是我已经有父母把我生养下来了 我现在变成这么个人了 那么我是谁 还有这个我此生结束之后我是谁 这个问题你也要搞清楚 如果把这个三个问题搞清楚 你就可以真正的明心和见性了 你真明心见性了 再从这个基础上去修正 那你才是实修实证 才是真修真正 然后你就不会浪费光阴 那么并且可以达到什么 就是 计身成佛 计身成就这样殊胜的果地 那么这个 是实修正 释迦牟尼在世时候的主流教学 因为他在整个一生49年的讲法中 他讲净土 净土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阿弥陀经 观五量寿经和这个无量寿经只讲了三次 但是他讲般若不呢 他讲了二十多次 二十多年 不是二十多次 六百卷般若经 那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真正佛法的核心在哪里 在般若这个部分 般若呢今天叫起来是大家都比较饶口 说到底什么是般若 那因为他多益不凡 所以大家对他的多益很难透彻的理解 但是我们用今天的语言可以讲什么叫般若 般若叫终极智慧 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聪明 但是你的智慧是不是终极的智慧 什么是终极 终极智慧 你要分三段智慧来讲 就是你要了解 你此生还没开始之前你是谁 这是一段 叫过去段的 你是谁 还有此生开始之后你是谁 这是现在段的 就是此生今生这一段的智慧 那么再要解决一个 我这个肉身死亡之后 我是谁 那这是未来一段的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这就叫终极智慧了 你只是解决这一生这一段的 你在这个时空中的这一段的 它不叫终极智慧 它叫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里面实际上你很多的 还只是达到智的水平 还没有达到慧的水平 什么是智 大家知道中文的智字是一个智字 下面一个日 就是每天知识的积累 而这个就是智 这个智的话 那么每天的知识和经验 知识是从别人的学来的 经验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总结出来的 那这两种都叫智 智慧的智 它不叫慧 什么叫慧呢 慧是心上呈现出来的 它才叫慧 所以大家知道慧的文字 智字 智字我们刚才讲了 它有两个字组成 一个是日 一个是什么 智 日是什么呢 日就是每天 知是知识和经验 知识是从别人学 你还没经历的 你还没体验的 那这叫知识 经验是你已经通过自己 亲自实验了的 那就变成经验了 拿开水会烫手 这是经验了 爸妈说拿开水会烫手 你不谢 非得你烫一次你才谢 这就变成经验了 这是每天自己知识的积累 经验的增加 那这变成了一种智 这个智是我们叫厚德智 厚德智就是你从你开始 有今生的生命开始 那么获得的智 慧是什么呢 慧大家知道这有个心 这有个心 那么这面还有一个结构体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中文的字在古代叫图文 图文 它展开出来是一个图画 图画展现出的一个内在的 含的意义叫文 那么首先什么是慧呢 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心 如果你没有找到心 实际上你不可能有慧 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你怎么能够去使用自己的慧呢 那么这个结构体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体呢 我们从智这个角度 获得的只是文字般若 你通过经典的学习 通过法师的开示 通过自己生活的体验 把佛经中关于很多文字部分的东西 你体验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叫文字般若 那么后面的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 大家知道这个般若 后面文字般若是指月的手 它不是真正般若体 真正的般若体是实相般若 就是你最后真正的拥有了那个般若 那你就是实相了 但是你在文字和实相中间 一定要使用一种方法叫什么 叫观照般若 叫观照般若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不懂得观照法 那么你能否得到实相般若呢 你得不到实相般若 也就是说 你不会实相观照般若的人 你能否有一个真正的会呢 你没有观照般若 你不可能真正的开会 你不可能真正见到自己的心 所以是 那么这个观照般若 在这个会字上 它体现在哪个部分呢 实际上这个部分 大家知道 这是大雪的雪 中文下雪了 上面下一个雨子边 是不是下雪的雪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这个地方放在会这个中间来强调它 实际上这个就是观照般若的秘法 那它是什么呢 这是左眼睛 这是右眼睛 这是天目 然后左眼睛要交叉往后看 右眼睛要交叉往后看 然后在你的后面枕骨这个地方 头骨这个地方有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哪来的呢 你后面这个头骨啊 是一个光滑的一个枕骨 是一块骨头 这块骨头里面是圆滑的 圆滑呢 它这个显现出来就像一个镜子能照东西 也就是当你的左眼向在往后看 右眼顺着这条线往后看 那么最后成像 所有的你的视神经成像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不是在眼睛上成像的 所以说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像看清楚 你一定要使天目这颗这个心位去定它 也就是说我们往前看东西 大家会看 我看到那个门的把手 我要看清楚是铜做的还是这个铝合金做的 所以我左眼他右眼 啪 这个天目这一个光点 要定位在那个把手的 然后两个眼一聚焦 望眼睛一射手 到后脑一成像 亮亮的不是铜的 是铝合金做的 你证实了 所以你因为真正观看到了 观看到 你观察仔细了 原来不是黄的 是一种铝合金 不锈钢 所以这是怎么来的 因为在你的后脑成像 你把它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叫外观 就是我向外看 要观察一个东西 也要有这个观力 然后进去自己的后脑成像 那么我们修行人要懂的内观 也就是你这两个眼珠子不是向外看 刚才老师说向外看也要定一个点 我要看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定 把它定住了 然后左眼往这看 右眼往这看 它顺着视神经 反射到后脑 然后我在这成像了 这个门把手 它是铝合金 那你就定性了 这是外观 向外看 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人 叫内观 反观内视 所以你不可以向外看 你向内看 所以这个眼珠子 你顺着自己的视神经 左眼向右后看 右眼向左后看 因为视神经它是交叉的 不是我让它这个样子 它这个原本如是 科学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咱规定它这样 你只要一闭眼睛 往后一观 它自动地跑这来了 这个因为它顺着那个光 顺着神经线走 但是不用你引导说 我想向着左眼去看 我想向着右 不是 你闭眼一回光 它自动去了 自动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天目 这一点星光 我们通常叫日月星 这个星 所以你醒了没有 那你这个醒了 它如果是产生一种气 金气来了 你就会醒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到天明的时候 一股这个气 来到你的这个地方 它一进去大脑 砰 你有个灯泡一亮 砰 你就醒了 再醒了再睡不着了 你想睡就睡懒觉 就昏沉了 你醒了再睡 就睡昏沉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一点星光 它的作用很大 所以你定性 这个星光在哪里 通常你要内观的时候 我们定性 星光在这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 它进去的 左眼 进去 它交叉在这 右眼进去 它交叉在这 所以是这个日月星 三光 交叉在这个点 交叉在这个点 这个点之后呢 你再使日月星 三光合璧之光 去照内在的东西 这个叫观照波热 什么叫观照波热 这个叫观照 用什么照 用日月星三光 形成的光团 这个光团叫什么 活泼泼 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光团 用这个光团 去照见五蕴 接空 五蕴在哪里 五蕴呢 色寿想行使 它对应着你的心肝脾肾肺 五脏 有五个仓库 所以是你要用这个光 去照自己的心肝脾肾肺 这个佛经上说 千年暗示 一灯毒药 什么意思 这个房子一千年都没有点亮了 那你只要点亮一盏灯 整个千年的暗示 一下子就亮了 这一亮了 发现里面是空的 所以叫无云什么 接空 无云接空 否则的话 你把它当成实在的了 因为黑咕隆咚的 你以为里面到处都装东西了 所以是你在无明的状态下 你以为无云是实在的 当里面一旦透入光以后 无云接空 空且明 你就大明了 然后大明了以后 度一切苦恶 所以是观自在菩萨 行山 般若破落密多 十兆五蕴接空 度一切苦恶 那你就色空的 你不沾它 知道它是患的 受 绝受是空的 是不实在的 你不去受它 这个色受 降也是空的 行也是 行云也是空的 食云也是空的 当你知道它是空的 进入空性以后 五蕴张不住你了 这个时候你就大明了 你就大明了 你不被贪嗔吃一脉 这个所左右了 你无云破了以后 贪心没有了 你无非是贪色 贪那个觉受 贪那个想法 贪那个感觉 对吧 贪那个认识 这是我的 我是对的 我的知见是对的 所以你这些都没有 那你不贪了 你就不会没有所得 你也无所得 也没所得 所以你就不会称恨 称恨无非是别人有 我没有 我称恨 我嫉妒 对不对 那你这个知道它大明了 本空 你不跟它联合 那你就是什么 你的愚赤也破了 你知道它是空 本不可得 怎么知道 不可得 你死了它都哪去了 死了你都带不走 所以它本空无所得 也不可得 得而也复失 所以终究不可得 那么这个 你就不去愚昧了 你就不怀疑了 你也就是什么 贪嗔痴 你的我卖也没有了 因为我卖 无非是我的房子比你好 我的车比你好 我的孩子比你漂亮 那你这个 四手想行使 无隐都空了以后 那你我卖也没有了 你没有觉得我了不起 那我甚至觉得 我什么都没有 我跟虚空一样 包容一切 那这种境界出来了 说你的大我卖也没有了 没有说我的山头最好 我的组织最厉害 我的一切都是最优秀的 你这个我卖也没有了 看你的贪嗔痴义卖 无云都空了 都破了 你度一切苦 你没烦恼了 你活在这个世界 你是个快乐人 快乐人活在这个快乐的世界上 那你就是极乐世界 这个娑婆世界对你来讲 就是一片净土 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核心在哪 就是观照般若里面 如何能够把你的光聚起来 光聚起来的方法叫观 有了这个光 活泼泼圆陀的这一团光 再去照叫照 你拿手电筒照 照你手电没电 你拿什么照 你是有个手电筒 你长着眼睛 别人长眼睛 但是你那个手电 你没有电 里面不能够产生光 所以你拿什么去照 所以你要观而照 那你首先要使自己的 左眼右眼天目的三种光 聚合在内里面去 有个反射的镜子 把它再遮射出来 那镜子 比方说我们有个光源 镜子一照 啪 镜子就放出一道光 照向哪里 哪里亮 有个镜子的影 所以这才叫照见 五蕴皆空 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 整骨的这个镜子呢 叫反天镜 它可以调走线 就是可以左照 右照 上照 下照 它就像一个小圆镜一样 它是无处不照 前照 后照 它都可以照 因为它的走线是一个360度的 带走的小圆镜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照天 照地 照内 照外 照六道 那都可以 影现出来 那么如果把它稳定之后 这个就叫大圆镜制 就是我们转使城制里的大圆镜制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不称为大圆镜 你都没有这个 圆是什么 圆是个球形的 不是你认为的就是一个平面的 那叫变圆 立体的 球形的 形成一个 所以说我们叫保月轮 保月轮 在密法里面 保月轮里面 现种子字 保月轮里面 现上师 这个保月轮 告诉大家 是观照般若起的月轮 不是想象的月轮 只有用观 你才能找到心 你如果是没有观照般若 你进去十项般若 你找不到你的心是什么 什么是十项般若 既心是佛 既佛是心 所以你真正找到自己的心了 明了这个心了 你见了那个性了 那你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你才在自己的心上才能够展现出智慧 不是吗 所以你连心都找不着 你心现万法 就是假的 你心找不着 心造万法 又是假的 那你一世修炼都在盲修下连 心既不能现 心又既不能造 能现是映现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 你连这个实相都见不到 你修的什么 那如果是你能现 你不能改造 那你的业力又怎么去空掉它 怎么是去修炼成功 你不能够改变这个结果 你只能顺着那个因果走 那你这辈子也完蛋了 那你不能够清心消业 你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业障化为空 所以是要造 要心造 所以最高的层次是心造 所以是那么只有观 你才能找到心 那这个心是什么 所以是这个心在第一步 就是你的宝月轮 这就是你的性光凝聚起来 叫圆成一心 这在楞严经里面 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圆成一心 圆成一心 所以在这你才可以知道 没有这个结构 你会不会圆成一心 你的光都是向外散的 你在外面都浪费掉了 你没有办法圆成一心 变成一个宝月轮 你没有这个宝月轮 没有这个心月 你就不能够圆成一心 不能圆成一心 你就不能找到自己的心 不能找到自己的心 心上就不能够产生变化 那这个双风头是什么 说中文字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文字 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讲 在全世界真正能够引领人类 回归灵性的 只有一种文字 就是五千年没有毁坏的中文 因为西方最开始也用的 这个气形文字 象形文字 西方跟我们一样 特别你到美国 到美国去考察 他们印第安文族的文字 都是气形文字 象形文字 那么还有他们这个 很多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很多传统的埃及文字 也是象形文字 但是西方在一千多年前 他改变了自己的文字的用法 换成了ABCD 就是这个阿拉伯文字 变成了代码 这一换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现在没人看得懂气形文字了 但是只有我们可爱的中华民族 今天五千年也好 八千年的文字 没有毁坏 还用的象形文字 所以刚才老师已经演示 这个这是观 待会再给你们看个图像 那这个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不当丰收的风 而是当成这个 那你就知道 这个当我们的心 用观照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心 心透出光 到自己大脑的时候 会产生左脑和右脑的脑电 脑电波 所以大家要知道佛法 一生成就的方法 一生成就的方法 而不是听了一辈子经 自己还没明白过来 咋回事 死了 死了只好下一辈子再来 你又不能保证你下辈子再为人生 对吧 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不好 挺好 但是你要经过 这个更大的结束 你才能够成佛 因为那里是诸大善人 你没有机会 己功累得了 岂不更糟糕 对不对 人家在这个世 可能转了六道 转了几世 再回来再做人 再遇到明师 人家也成佛了 你还在极乐世界念佛 所以极乐世界念佛的 法门好不好 大家告诉大家 这是方便法 这不是实想法 真正释迦牟尼教的般若 是从文字入观 修观照 修观照 然后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认识到色跟空不爱 就是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是空变化来的 那么从无中可以生有 从有也可以还归空性 这样的无和有之间的变化 我们在世间应对的 就可以自如 就是当我需要有 来处理我的因缘的时候 我会变现成很多的 这个世间需要的东西来应对 但是当我不需要它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还归为空 从有再转化成无 储存在能量界 储存在法界 储存在这个如来藏里面去 所以一个真正的修行的大菩萨 他要随时的会把无变成有 我需要钱 能够有钱 我需要献富贵像去度化一个人 我可以献出富贵像来 我需要 我需要什么 来能够让人家敬佩我 我就可以变现出来 所以是大德必得其味 大德必得其鲁 大德必得其名 就是你真正是一个 福报具足的 功德具足的人 是可以从无中生处万有来的 那这就叫心造万法了 所以这就叫法王 这就叫菩萨道 那么你不能说 众生需要你视线这个 你视线不出来 那你就是没有得到真传 你的观照般若没起 观照般若没起 你的十相般若生不起来 因为般若是如来藏 如来藏是万法具足 那你视线富贵法的时候 你视线不出来 那你就万法不具足 那你就没有在十相里面 那你还在一个 就是不能够变现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所以大家要追求 要求由观照般若 到十相般若 那么这个观照般若的 这个观字很了得 这个一直以来 没有人接这个秘密 为什么 新经的第一个字是观字 所以这个字 也不是你们台湾的繁体字了 这是甲骨文 甲骨文就是说 在我们的文字改革之前 立书 行书草书之前的一种文字 是刻在骨头上面的 也就是苍疾造字的时候的字 大家仔细看这个字的话 把它画成图 大家知道横着的是两道眉 对吧 两个眼睛 然后呢 这个天幕这个地方 要开一个 开孔 这样打开 一个 把它横着进去 不是往下看 说那是鼻子 不是 是横着进去 是你的大脑的两个脑缝 进去以后 在你后面的脑后面 正中央那个地方 有一个小啾啾 所以这个小啾啾呢 是在一个三角区里面 三角区里面 这个三角区是个锥形的 锥形里面有一个小丢丢 那个叫什么呢 今天科学家叫它松果体 松果体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观字上面 如果大家知道它是甲骨纹 刻在这个骨头上面 它就不会连笔写着 多出这么一点来 所以它是要刀多刻一下的 多刻一下 为什么在那多刻一下 告诉那里面有个丢丢 有个丢丢是什么 有个丢丢 它把它放大 放在这 来展现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 古人看到的松果体的一个结构 那今天的松果体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科学家把它 发现了这个松果体以后 这是用图画描述出来的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图画 因为它这个是两个丢 悬在你的脑后面的 如果你把这个转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把这个转一下以后 你再看这个 是不是这个结构 我们把它转过来 是不是这个结构 所以说那你知道 古代的几千年轻的人 何以聊得 也就是说他们早在 那个时候就知道 你脑子中要能够显像出东西来 不是靠的别的 是靠这个 见字 这个见字 这个能见的 所见 能见所见 实际上这个能见 所见是大家都是能看到 但是你心上不能映现 是因为这个松果体蒙尘 松果体被钙化了 如果你把这个松果体透明化了 你的心就能映现 心就能映现 所以这个叫核心 在你的脑子里面叫核心 我们的心在哪里 所以这是一层心的所在 也就是说真正你的天心 你原本的先天之心 实际上是那个松果体 然后所以说这个松果体 两岁的时候长成 所以小孩子才开始学东西 他开始有心了 之前他没有写 长成以后 随着我们的开始使用大脑 脑袋发热以后 松果腺体里面开始钙化 钙化以后就像水 有了石灰水一样 它就开始浑浊 它就不能够映现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看东西 就看不清楚了 人越老 他钙化得越厉害 眼睛就花了 去检查眼球没事 眼球也没有白内障 也没有 就是看不清东西 为什么 这个老眼昏花 不是眼花了 是里面的松果体 蒙沉了 盖化了 所以它不能够显现了 耳朵听东西也不清楚了 眼睛看东西也不清楚了 你去医生检查 耳膜没问题 耳朵没问题 说是你为什么听不见了 哎呀老了就这样吗 他们就是给你这样的话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你的 能够听的 那个心蒙沉 蒙得太深了 耗尸能量太高了以后 盖化了 说是不见 听而不见 闻而不见 看而不见 我们就要听见 看见 还有想见 你想东西也想不起来了 映现不出来了 所以是核心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天心 用它在颅脑腔的正中 位置上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观字的秘密 也就是说 我们观实际上要进去 刺激松果体 是松果体的概化部分 还原成透明的松果线体 还原成这种 晶莹透亮的结构体 这个时候 你又能看见 又能听见 又能这个想见 心上可以映现 所以是小孩子经常看天 他瞪着眼珠子 翻着眼珠子看天 他可以看地 他可以看十方 我们随着年龄增大 你又不能看天 又不能看地的 连众生界 你也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是观自在的 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大家今天只停留在 蚊子般若 你能不能进去 实相般若 进不去 你因为少了这个 观的这一道技术方法 这一道技术方法 你不去真正应用 你不能够进去 实相般若 体验那个般若智慧 你不能够真正由心映现出来 你的心真正的不能够产生 你不能够产生 这个心 你脑子里面的 这个左脑和右脑的脑电 就会无序放电 而不是有序放电 然后这个脑电波的 有序放电 会使自己的大脑产生 神清气爽的感觉 如果它无序放电 就会产生脑的乱波 脑电波的乱波 所以你就有很多的 这个什么 很多的这个 脑子里是乱想一切 胡思什么 我们叫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所以这个一个有序的脑电 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看到 这是今天科学家描述的 一个左脑和右脑 产生的脑电波 如果有序的 因为你这个松果体的透明 所以是有序的 这个放电 是左脑和右脑产生的电 会在中央的地方变成光 因为左脑为阳 右脑为阴 阴阳和在中间 产生阴电子和阳电子碰撞 会产生光子 产生光子 产生光以后 会使你的整个大脑 产生明的感觉 就是光明的感觉 这个光明 里面内线光明 又有圆成一心的心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心变成了大圆镜智 然后由心上 映现出来的东西 才叫智慧的会 才叫智慧的会 只有这样的会 才能同三世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就是终极智慧 终极智慧 终极智慧 必须由观照般若起修 才能见十项不热 见十项不热的人 心上能 映现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在 修到一定的 窍诀以后 你可以 心造万法的 改变 过去 现在 未来 老师 过去怎么改 现在怎么改 未来怎么改 你现在 所受的 是过去的因 今生解的果 这过去的因里面 有两种因 一个是 你上一世 的父母 过去七世的父母 累积的业力 被你的 第八阿雷耶识的 承载 带到了 今生的肉体上 来受 这就叫 过去因 现在过 那我如果是 产生了智慧的人 我可以替自己 过去 七世 父母 消业 我可以替自己的 过去七辈子 来清理业障 而不必要 等到他结果的时候 才去受这个苦 所以在果还未生成 只是因地的 储藏的时候 我把那个因地的 东西消掉 然后果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 修行佛法的人 可以通过 修过去七世父母 以及七世父母的 列祖列宗 来消自己业障的原因 当他们身上 携带的业力 被你阿雷伊士 携带之后 你通过 特殊的技术方法 去消除 过去七世父母的 业的时候 他们在DNA中 密集地 承载的 黑色的因子 会变成光子 黑子是业力子 它会变成业障 来障碍你 当变成光子的时候 业障不见了 变成善的东西 来加持你 变成善的能量 能量来加持你 使你今生 可以成佛 但你过去的因 今生受者是 过去的因 哪里来的 所以刚才说 你七辈子 很重要 但是第八辈子 就是你的今生 第八辈子的今生 你的业障 从哪里成传来的 通过DNA 来自你的父和母 以及父的九族 和母的九族 就是今生父母的九族 然后我们 大家今天经过 现代科学知道 我们身上有 父的DNA一半 有母的DNA一半 所以说我们身上的 我们今天成为 这么大的身体 实际上 你是遗传来的 你身上有一半 一半是来自父 有一半是来自母 那么这个细胞DNA 造就了我们的细胞 造就了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今天 长这个样子 我们长成这个样子 身上带着父和母的 基因遗传 这个基因里面 携带着大量的父亲 母亲 还有他的九族 王上的九族 带着因果 随着这个 我们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那么全息 记载在DNA中 传承到我们的肉身中来 如果我们通过 观照布置 我们就可以进去 自己的细胞里面 进去自己的DNA里面 释放DNA中 我们从父亲 今生父母 以及父母九族 携带的DNA中 释放黑色因子 把这些怨恨之气 怨恨之力 化成光明 那我们的今生 所要再次受六道 轮回之苦的果报 我们就消失了 因为你把因消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修佛者 能够今生成佛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不是 被动的来承受因果的 我们是要懂得 观照波热 通过圆成一线 大放光明 来光照我们体内的 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光照我们的五脏六腑 光照我们的里面的细胞 使细胞核里的DNA 里面的黑子 能够在内光升起的时候 照耀内挺 就是在身内里面照耀 使我们的黑色叶粒子 大量的释放到我们的体外 它只要到体外去以后 受佛菩萨的光明 法界的光明照耀 就可以被超度 被光化 那这样我们今生的叶粒 在未形成定叶之前 会被大量的消逆 我们不用生病 不用经过最后死的时候 再到六道里面 去做六道众生去还债 就可以一生成佛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观照波热 才能真正进去十项波热 才能够真正的十项波热 才产生力量 才能够度一切苦恶 这就是观照法的核心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终极智慧的会 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的智慧 并且这个我们要超越三十 也就是在今生开始建立一个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第四时空 也就是我们超越过去现在未来 进入第四平等时 过去现在未来是三十 我们第四时是超越三十 就是第四时在密宗里面叫第四平等时 平等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过去是现在 现在是未来 未来是现在 那你安住在自己的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这样不增不减的 发生如来的 那个第四平等时的时候 你安住 你能够保认 你就可以成佛 这就是密宗的殊胜的地方 这个禅宗也是安住在这个殿上 这大家要知道 不要以为自己老了 你这个真正成佛 不分时间空间 吕祖他是六十多岁 将近六十五岁才开始修道 才开始修佛 最后六十八岁 明星见性 成就了佛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历史上很著名的 成就者之一 他是高灵修道成就的 也就是说 你是否能遇到一个名师职业 掌握窍诀 去找到自己的核心的心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是圆成一心 圆成一心是使自己的如来性 日月星光 三光合一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所以这是重要的窍诀 那么我们 这就是性光 圆成一心 那么性光 圆成一心 这个时候 你用此性光 内照 内主 就是内在相 有个大拉筑 点亮了 你的千年暗示 一灯 全部都亮起来了 只要内道场 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都亮起来 你整个内道场里面 都是无量光明 在无量光明中 你就可以化菩萨 化佛 无数亿 普度众生 所以这个是济止 这个我们叫 止观的济止法 济止法就是 你要破自己的意识体 不要左思右想 不要前思后想 不要用这个想象法 你要用观想法 观想法的观 就是刚才老师讲了 左眼右眼天目 一句圆成一心 神光内主 里面有光了 亮起来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观 这是观 那么观之后 在这个宝月轮里面 献上师像 我的上师观音菩萨 斯比观耶 我的上师是金刚撒朵 我的上师是药师佛 我的上师是阿弥陀佛 你们中间很多 要去七方极乐世界 OK 你把五炼光佛 阿弥陀佛做你的上师 好 从哪里出来 从你的宝月轮里面 开一个莲花 显现出来 你的上师 这个是光中化佛 无数亿 不是你在那里想象的 我想观音来了 我想阿弥陀佛来了 你想破极大截 你也想不到观音来 因为世人行节道 你用了八识 你没有用第九真心 第九真心 叫阿摩罗识 它是超越阿拉耶识的第九意识 第九意识是心识 不是意识的作用 不是心的作用 我们的眼睛能看 叫前五十 眼耳鼻舌身 这是前五十 都有识别的能力 但是这都是 我们心的作用在眼 眼睛能看 心的作用在耳 耳朵能听 你的眼识 只不过是心在眼睛的作用 搞清楚了 那你搞清这个 心在你的第六意识里面 它能够展现 那就是心的作用 产生的第六意识 心的作用在第七意识里面 莫娜识里面展现 它产生思考力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那么第一 这个心的作用在第八的野识里面 它可以调动你的行云 调动你现代科学称道的潜意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回忆过去生 回忆去天界的事情 无中生有很多的 今生未见到的事情 在你脑海中浮现 因为那是你的第八 阿拉耶识里面的作用 是心在第八意识里面的 这个仓库里面 藏石里面 照亮了 展现出里面的灰尘而已 只不是过去的一些新的作用而已 这叫第八的野识 但是能使这一切显现的 叫第九意识 叫阿姆罗史 叫心本体 这是我们的明心必须要见到的 那么他这个心 大近虚空变法界 无所不保 小拿入戒子之中 不为小 所以我们从大无所处 这个大无极近虚空变法界 没办法去修炼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小 让它小 我把它凝聚起来 凝聚成一个月轮 凝聚成一个针尖大小的 脉盲大小的一点灵光 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叫 原成一新 在京津之处 律已成地 心地法门建立了 在这个心地法门中 我就可以修 我可以让自己的宝月轮 献莲花 莲花上有种子字 心生万法 心献万法 我可以连种子字 在化献变成四笔观音 都是光中化佛 光中化莲花 这就是什么 实相 这个时候不是靠你的想象来 而是当它升起的时候 你心像一个镜子 大圆镜置 把它照见了 所以我们的观想法叫 心上成像 有观音吗 真有 照见了 有莲花吗 真有 照见了 不是想象 先想象观音 先显现莲花 然后它再出来 那世人行邪道 你在用暗示法 你不是光化出来的 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你们经常会念这几句极子 八句极子 但这几句极子里面是法 是高科技 是心造万法的法 这要达到了观照般若之后的实相般若 就真能生成了 真生成观音了 真生成无量光佛了 这就产生妙用了 那在你的肉身中 种下了佛的种子 你既是观音 你既是无量佛 然后你就可以什么 度和你有缘的众生了 和你有缘的众生 都以什么形态和你在一起呢 量子纠缠 今天科学家用的语言 什么意思 一个量子堆 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外太空 极远极远的外太空 可能是在银河系里面 超级银河系里面 离我们无量的距离 数不清的距离 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动 那个地方动 那个地方动 这个地方动 今天已经不是假想了 中国已经 大陆已经用它做 莫子卫星了 上天了 莫子卫星就用了 量子纠缠理论 点对点的发射 任何的中间 没有办法去窃取它 它就用了量子纠缠的技术了 所以我们 这个五史节 生死轮回 你所有的和你有缘的众生 都通过量子纠缠 和你在不同的时空中 六道中纠缠着 你不要以为你今生见不到它 实际你的肉体中 携带着一个 它在天界 在欲界天 你在地球上 那你欠它一点 在你身上有这么一点黑 在那边连通 它身上的一个细胞 是不是 它怨恨你的时候 你这就难受 你就心口窝就疼 你的脚就疼 因为量子纠缠 它那恨 你这就恨 为什么我们要安置好祖先 列祖列宗 他跟身上 你身上有他的DNA 他身上的DNA 通过你的历代父母 传到你身上 通过你的九族 你的爷爷 你的太爷爷 他从元祖 他传在你身上 他们过得不好 那你这有他的东西 他怨恨 你这被怨恨 然后你难受 所以中国的孝道 是这样发现了以后 他说 你要清明节 要给他点东西 中原节 要给他点东西 那这个不是我说 佛也是这样说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中你要做这些事吗 那么在很多的超度 度王经上 也有这些说法吗 所以这个都是科学 那这是从量子纠缠的时候 是科学 所以我们要 使五十节 生死轮回中 和我们有缘的众生 都度戒 你在哪里度 你去外面度 你找得到他吗 太难了 所以我们叫内度 先度自己体内的地狱 先度自己 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这三界的众生 度自己的 心肝脾肾肺 无云里面的众生 度自己细胞核里面 DNA中 纠缠着的黑色因子 把这些众生 都度尽了 你的身体 就变成无量光了 你变成无量光 你今生就是佛了 什么是佛 无量光 就是佛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是可以成佛的 你只需要内求 不要去外求 你向外求 不光说 不要说六道 有多大了 就一个地球 都有多大 你跟地球上的众生 这个恩恩怨怨 怎么办 大概你能够把地球 拿到自己的下腹腔 这个慧音三角肌里面去修 大家知道将来有机缘 教你们普拔金刚法 普拔金刚法 它就是叫金刚绝法 金刚绝法 就要把自己的中脉 还有自己的慧音三角肌 那块肌肉练出来 然后再用中脉插上去 然后使它通天之光 来度自己内在地球里的众生 它就在你的慧音里面 变成一个干肉 叫慧音三角肌 说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我们要离开身弥菩提 离开心弥菩提 世人行邪道 所以我们只需要回到 自己内在的身和心 去求菩提 去度自己有缘众生 所以这个要度 内在体内的所有众生 离开光 没有办法 所以你硬要修好 观照法 又回到这个 要让里面放光 要光起来以后 光中化佛 无数仪 化菩萨中 亦无边 所以大家要从十相般若 你真要得那个般若味 波周三昧 你要得到 你要向内度众生 向内化众生 向内放光明 那好 我们再来研究一个课题 就是老师从观照般若 讲到十相般若 讲到十相般若 我们在理上必须破一个东西 就是我到底是谁 你不知道这个我是谁 你都没有一个真主人去修炼 那你这辈子不是完蛋 谁在修 我的肉身在修吗 我的口在念佛吗 我的心意在念佛吗 我的意念在念佛吗 那这些是我吗 我的身是我吗 我的念头是我吗 这些都了不可得 命心了不可得 自己的身体也不是石油的 不是金刚神 要毁坏的 那也不是我 那那个不死不灭的 不增不减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 那个是谁 他到底有多大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是要知道 你是谁 你先要找父母 未生我钱 我是谁 那么我们是谁 你先要明白你有多大 老师我就这么大吗 这么大的身体 你看你不看见我 这不是你 这是你的在体 也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你 但是这不是你 因为这是你的身体 这是你的脑袋 这是你的手 这个外壳 只不过是你的壳 你里面有一个你 那这个你到底是谁 要解决这个问题 孔子说得好 是未知生 焉知死 说你要先知道 你怎么生的 怎么生的 好我们就别说前生了 我们就说今生 你怎么生的 父亲的一个精子 母亲的一个男子结合 然后结合之后 有了我们 是不是 那这一个精子 这一个男子多大 你看得见吗 看不见 现在要看显微镜 要从显微镜上看 您看到一个精子 看到一个男子 他俩怎么结合 怎么结合 好 这个父亲的精子是父亲的 母亲的男子是母亲 你是在哪里 你要搞清楚 这个里面还没你啥事 因为是一个父一个母 你在哪里 父母未生 他这个精跟懒 未结合之前 未生你前 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是这么大吗 你是这么大 你母亲的子宫怎么装下你 所以不是 告诉这不是 这肯定这不是你 因为这是你 现在长成的一个身 只是一个在体 在这个在体里面 有一个你在里面 那个你他不大 为什么不大 在父亲的精和懒 结合的时候 精子看不见 懒子看不见 所以你肉眼不可见 你是个小不点 所以那个小不点 叫什么 有个名字叫 一点灵光 注意这个字啊 不念点 不念点 念点 这个我们中文里面 它是轻声的 它叫一点一点灵光 点儿点一点灵光 轻声的 这一点灵光到底有多大 它在母亲的卵细胞里面 你说它能有多大 因为这个时候 父跟母的精跟穴结合 这个把你给染了 那你是什么 你是法界的一点明 这一点明 这一点明多大 今天科学家告诉 拿一个头发丝 你觉得细吧 你觉得细吧 是这个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不是百分之一啊 是百万分之一 什么概念 量死 也就是说在我们之间 你能看到我 我能看到你之间 这个叫明体 什么叫明体 透明啊 我拿个东西一遮 你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你 那就不透明了 就不叫明体了 说是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是明体 这个明体中间 充满着什么东西 很多人说 没有东西 老师哪有东西 对 你的肉眼不可见 肉眼不可见的 占百分之九十六 实际不止百分之九十六 你肉眼不可见 占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今天科学家能够建的细菌 微细菌 微生命 在这个空间间很多 我们肉眼不可见 但是一气可测 但是科学家告计 一气可测 只能测到百分之四 百分之九十六 不可见 不可见中间很大的成分是明体 这个明体由什么组成 所以大家要修一点密绳的东西 但是不是今天你们乱修的密绳的东西 要修真正的金刚圣 金刚圣要找师徒传承的金刚圣 不是这么看书学的 或者是现在只会给你灌顶 什么法不会教你的 不要去学 要求那个法 求那个真法 求什么 求金刚心 求金刚身 求坚固金刚身 求这个 你要找到一个师父 说师父你能给我指示金刚心吗 他能 你跟他学 有金刚心才能有金刚身 有金刚身才能修坚固金刚身 你这一生可以修报身成就 这是报身佛 报身佛你成就 你在色究景天 有一片佛果 密延净土 你在那可以度众生 你就成法王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求金刚心 金刚身 坚固金刚身 前面是金刚志 再前面是通达志 通达志 智慧的志 有通达志 前面 后面还有个菩提 前面有个通达心 菩提心 有个金刚心 金刚志 那么这个金刚心 再到金刚身 到坚固金刚身 这是在我们唐密系统中的 龙树菩萨讲的 金刚顶踪发菩提心论 你们回去查这个经术 里面强调的五相成身 五相成身 所以这个你要找这样的师父 指示你 然后指示你是谁 那你是谁 所以是在这个我们的民体世界里 一个小点最小的点 今天科学家可以命名为量子 量子是什么 就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认定的 物质的最小单位 光子 它是透明的 大家知道大海水 大海水是由什么组成的整个大海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由水分子无缝连接 它叫金刚链 金刚链就是一个光子 一个光子连接起来的 上下连接 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 十方都连接起来 就形成一个光子海 那这就叫民体世界 就叫法界 法界 这个我们的这个叫 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就是内 身体里面 在你身体里面 外 我们身体外面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 这就是法界 法界是由整个民体组成的 但这个法界民体跟这个水可以有一比 水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一个大海 一个江湖 很大 实际上都是由水分子 一个水分子和一个水分子 无缝连接 结成的金刚链 连接起来是透明的 说你游泳在水里看是透明的 但是你这个透明的水 是由一个水分子 一个水分子 这样连接起来的链 链 说这个就叫金刚链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民体世界 是由一个光子和一个光子 像水分子一样的 无缝连接连起来的一个光子海 这就是法界 我们就在这个法界里面 你认识到这个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原本的你是谁 原本的你 就是一点光子 这一点光子被父的羊和母的阴碰撞的时候 生成的一种交合力 父的金母的懒 啪一交合的时候 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光子 就被父金母卵一锅 把它锅在中间了 这就是你的一点零 为什么锅住你了 因为你和这一对父母有缘 这就是因缘具足生成的你 你开始有肉身了 父母卫生你前 你就是一个小光点 父母结合以后 开始有受懒细胞 受懒细胞里面 有父的羊母的阴 还有你一点真灵在里面 记住 这是你的第一生 你的第一生 就父母卫生你前本来的面目 用今天的量子物理学 可以告诉你是一个光子 一个光子 记住 我们这个世界有四大类物质 物质占这个世界4%的比例 96%的世界是由暗物质 暗能量 反物质组成的 占96% 四大类物质里面 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反暗物质 只有一种物质 是同一种物质 就是光子 光子是四种物质 都同一种属性 就是光子 就是光子 它不分四大种 四大种都是一个种 都是一个种 这就是现代科学 量子科学告诉你是谁 借助量子科学 我们可搞懂了 你不大 你是一点 一点灵光 头发丝的百分之一 你就是那一点灵光 这一点灵光染了 第一世父母的阴和阳 这一对父母的阴和阳 哪里来的 带着九族的DNA 他从他的父亲母亲 他的父母的父母 再往上九族链 形成的DNA 穿到你身上来了 穿到你身上 这是你第一世父母 说父母未生我前 我是谁 你们是谁 一点灵光 父母寄生你以后 开始有肉身 但是这个肉身 是多种的 是六道身 不是第一身 就是人身 你可能是从天开始的第一身 你可能从畜生到来的第一身 都不是不是这个 一定是从人道来的第一身 那这就是有六道的生死的轮回了 所以你要认知 我们到底有多大 你们觉得我大 我长这么肥 我长这么高 我长这么大 No 你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只不过你现在的肉身 是怎么成的呢 是那个卵细胞以后 怎么分裂 分裂 分裂 最后从一个点开始变成很多点 然后变成染了很多很多很多 变成你现在这个肉身这么大了 你现在明白了 那你就是 最开始的你就是一点灵光 你回去一点灵光解脱 你就都解脱了 都解脱了 所以是 那么我们要认知 这个点才是我 好 这是父母未生我前 我是谁 好 父母寄生我后 我是谁 好 我现在生了 我长不生 我生了 那我是谁 我在哪里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找心 记住 这个时候老师不是找心 找心 又是一个读法了 心脏的心是心 这个心 这个心是核心的心 你们叫核心领导力 原子核心 但你们赌成原子核心 不是原子核心 心是什么 心是心中心 最关键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要找你的心在哪里 你由核而组成的心在哪里 也就是你躯体这么大 你躯体这么大 你的核心在哪里 这是你身体 生成你的颅脑腔 生成你的四肢 生成你的胸腔 生成你的下腹腔 肠胃 心肝脾肾胃 所有的东西的原发点 因为它就是那个一点灵光 那个点 那个点 所以是由那个点 在包着父根母的基因 叉叉叉叉叉 生成你这么大 所以是你要从那个点 这个叫万物云云 复归根 归根复命 归根越静 什么叫静 你用归根 你才真静了 你才记止了 否则你找不到这个心 你不能归根 不能归根 何以言尽 无有静 哪里有定 无有定 哪里有会 你怎么开会 你的心都找不到 你什么开什么会 胡说八道 所以今天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心 在哪 心在哪 这个在密法里叫心中心 叫中央中 那么河南人叫中 他不叫中 他叫中 中 中是什么意思 中里面的那个点儿叫中 你们射箭射把子 中 一箭中敌了 中到那个标 标心了 把心了 叫中 对吧 打中了 你们叫打中了 不是打中了 中标了 中标了 发音是这个 咱们沾中文字你们要好好琢磨 老师是中文系的 所以能把这些字咬阴阳咬清楚 你们不搞中文的没研究这个音律学 那不懂他这个字换个读法 他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中在哪里 很简单吧 你身体有没有一个中 有没有一个中 你站起来 头到脚量一下 中 中间 中 这个中还要放在哪 放在你头顶的中央 和会音的中央的中脉中 一条线 这个线多细 比头发丝的 细的百万分之一 就那么细 是金刚丝线 叫白丝光线 你看 我们的藏密通通讲科学的 是白丝光线 是金刚 每一个金刚点 穿成的一个金刚链条 不断上连天心 下接地心的 一个白丝光脉 金刚线 好 这是中脉中 找到了上下的中 在哪里 说说 好 我们的身体 这个叫黄金风格线 你站起来 然后头跟脚 下面一梁 这个高的地方 刚好在你的胃后面 这个地方 这个叫什么 这个 在我们胃后面 咱传统文化 称为黄亭的地方 它是一片金黄色里面 刚好在 这个我们的肚子 因为望前骨的厉害 是在前面的七 后面三 三七 分隔线的交接点 这个就是中脉线下去了 在哪呢 在胸格膜下面 胃后面 这个空不空的地方 它既不是一个实体的地 又不是屋中 屋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叫空中有庙有 这么一个地方 还有呢 这是上下的中 它要有前后的中 要有左右的中 好 那从前到后的中间 从左到右的中间 好 十字交叉 上下十字交叉 这就是金刚处 这就是金刚心 也就是 你第一个 一点灵光 藏的地方 从这儿生出了你的四肢百合 从这儿产生了细胞的裂变 这就是你的根 根就像一棵树 从这个根开始长干 长枝长叶 所以你要归此根 负其命 负此命 这是你的生命之根本 生命之根本 既然有以生 何以不生在 所以你要收拾 支支压压的都从那个根里面 给塞进去 也就是说 你要把你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形身 你要再塞回那个点里面去 说老师 这不痴心妄想吗 我现在这么大了 我怎么回到那个点里面 再把自己从那个点里压进去 Yes 这就是秘法 这就是万物云云 复归其根的归根复命法 你修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修 就是要把头的能量 跟地的能量 阴阳配 啪一放光进去了 前跟后的能量 啪放光进去了 左跟右的能量 啪放光进去了 这个时候 你在修成正果的时候 你的身体开始缩小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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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回到那个心的时候 啪一道红光 什么不见了 完成了 红光身 红化身的修炼 这就是密法的事项 殊胜 殊胜 那么从古道经 真正成就这样的修炼方法的 师父们不计其数 在大圆满体系里面 大概有十万个人 不是一个人 从连师创大圆满 宁马派到现在 有十万众得成红光身 得成红光身 原理我告诉你们了 就这么简单 要真正成道 完成它 也很简单 你不要浪费时间 你一定要找窍觉 找窍觉 首先要懂得 观照般若 怎么起观 怎么寻心 怎么去照见无影皆空 怎么从空中再起观 叫圣观 从光中再化出东西来 光化自己的肉身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殊胜的窍觉法 所以在无上大圆满里面 它有心部 界部 窍觉部 心部 我刚才跟你讲了 你就是这一个点 这就是你的心 这是你的元气 界部 无非是你的内世界和外世界 怎么合一 界部就是你的天界 来自源自你的颅脑腔 头缘向天 脚方 方从涌泉下到你的下腹腔为地 胸腔为和十方法界 我们所出的虚空界的众生合一的 万物界 也是人界 天地人三界 都在你一身中凝聚凝恋 回归 最后在心中心完成 还原 复归 说老师 那么一个心 怎么装下 我这么大的身体 怎么装下整个法界 大 请虚空 便法界 小 拿入戒子之中 不为小 说是 你必须修空性 然后修空性里面 再起圣观 圣观里面 再起观光 就是修脱噶 修彻阙 彻阙是既止 还原 不再胡思乱想 这个脱噶为光光 为光化 你把它画成光就可以进去了 你把整个肉身塞进去 有形的塞不进去 你把这个肉身化光 它就进去了 一个点就是整个 从那一个光点还原 就是帝王珠 实际上 所有的静明事件 我们之间看到的这个虚空 都是一个光点一个光点 组成的一个光子海 它是个立体的 你无非在光子海中走来走去 就像鱼在水中游 你没觉得有水啊 鱼觉得有水的障碍 没有 说是我们众生在光子海中 你穿越光子海 你没觉得是在光子海中而已 那你还原成你的那一点真心 是光子的时候 真正完成它的时候 你瞬间 你的整个身体都被光化了 那你就还原成 无章无碍的肉身了 那这就变成金刚身了 变成金刚身 那最后再从那一点成就 回到色九景天 以自己的愿力 把自己的外环境 化成的净土世界 建立在色究竟天上面了 大家要知道圣居土 真实存在 圣居土在色究竟天 长寂光土 无处不适 所以观音菩萨到底在哪 观音菩萨在你的心上 阿弥陀佛在哪 在你的心上 在心上 到底在哪个心上 不是在你的念头里 不是在你的自以为是的意识里 它在你的那一点真心里面 因为观音的心也是一个点 阿弥陀佛的心也是一个点 这个佛佛道统 光光光统 当你们都是那个静明点的时候 你的那个点里面要起坛成 就可以起阿弥陀佛的坛成 因为这个时候来跟你求的是 和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 所以你法王身 献阿弥陀的净土给他 来了一个 又跟钥匙佛有关系的 有缘的 他期望得到钥匙佛的加持 你的那个静明灵点 又跟钥匙佛的佛佛道统 又展现了钥匙净土 说是你是什么 你是无量诸佛 说是你不是你 我无我 我无我 我才能够划现所有的佛净土 说人无我法无我 不见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你有一个阿弥陀 我就是阿弥陀 完了 你着魔了 你不能有我 你是净明的一点灵光 阿弥陀佛也是净明的一点灵光 说是他在众生处处求来 处处硬 那他到你这儿硬 你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你没回到自己的净明明点 你回到净明明点 你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 说念佛 你念破喉咙也枉然 因为世人行邪道 你要在外面求 弥陀接引 世人行邪道 心心归佛 心心道统 佛佛道统 记心是佛 记佛是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如来藏 如来藏有多大 如来藏是一个点 所有的东西从这一个点中生出来 不是吗 你的这么大的身体是从这个点生出来的 我们的所有的世界是从这个点中生出来的 都是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 回到几百年前 我们台湾台北不是这个样子的 再回归几百年后 台北不是这个样子的 成住坏空 生老病死 生住一灭 都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灭是法一灭 法灭之时 我依然是我的静明灵体 这就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说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你 这是我们成就的根本 所以说我们要下功夫 这一生一定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这个叫什么 这叫见性 这叫见性 明心是缘成一心 刚才讲了 见性是要见到一个点 不是见一团光 见性里面要显出万法来 心是万法缘 就是这个样子 心能现万法 叫圣观 是由圣而观 在圣观的过程中 众生因为业力的阻挠 需要有求必应 你视线来心造万法 他需要一座城市 你幻化一座城市给他 他需要十万块钱 你幻化十万块钱给他 你幻化十万块钱的时候 他真拿到了十万块钱 在这个物质间 你幻化一座城给他的时候 他真买下了一个城市 真拥有了极大的物质 当他满足的时候 你在硬化之 说有了 有了满足了 满足了想想 你死了这个房子 哪里去了 你死了这上千亿 的资产哪里去了 你都得到了 为什么 因为 所以佛是伟大的慈父慈母 所以这就是法华经理的 路车 马车 牛车 大白牛车 你要什么车 我就给你们什么车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跟着我处理这个火海 处理这个火宅 而不是 不要你求这个 不要你求得这个 那不是佛法 那是以他的所执着 而染了你的执着 把他的执着 妄想 架空 架到你身上了 所以说我们原本是佛 原本是如来 如来是不生不灭 没来没去叫如来 所以你不是佛 你记住 你是如来 如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佛种 你有苹果种子 你就是苹果吗 不是 所以大家现在很多 被这个所谓的 邪魔外道所蒙蔽 说我是佛 我修什么 我是佛 佛说的 众生皆是佛 我修什么 我不用修 释迦牟尼说 是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都有如来种 都有苹果种 苹果有种子到解苹果 它需要一个土去栽培 要新地 新地才有土去栽培 它需要因缘俱组 它要水 要日光 要有人去防病虫害 然后这样的小心的护持 最后才能够因缘果树 俱组 因缘俱组以后解苹果 不是吗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你不用修 不修 不正 怎么不用正呢 你看你原本是佛 这是邪魔外道 来欺骗你 因为它否定了元气法 我们在密程中 一定要重视 是笔锦空和圣意有 笔锦空 我们的如来藏 我们的如来性 种子是空性的 是光明的 是不生灭的 元气有 我们已经是人生了 你已经是六道众生了 你因为你聚组了六道众生的元气 你现在是 不是笔锦空 你是圣意有 真有你 真有台湾 真有你的家庭 真有你面对的每一件事情 这叫圣意的有 在圣意有中 用什么去解决 圣意有中的麻烦 你必须用智慧 界定慧 你要有定力 你要有智慧 你有智慧以后 求富贵者得富贵 求明者得明 求生意顺利者得顺利 这变成了密法的实验室 就是说你修密法 是否真有所成 就是看你的所愿 是否都得到了满足 如果自己的所愿 未得到满足 不是法不好 是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出了偏差了 你要找那个偏差在哪里 赶紧纠正 一旦纠正了这个偏差以后 好使了 这个实验做成功了 所愿 心灵满足了 这就是密 这就是密 所以密法 有见验指标 你可以设定自己的 客期成就的见验指标 我的病我要好 我设定一个期限 我要精进努力 那么依法修正 然后客期取证 真的到这一天病好了 好 好用 我求财富 我设定一个财富目标 当然你不能妄想 你现在是不是百万富翁 你就想成亿万富翁 你这是妄想 你这不是脚踏实地的人 脚踏实地的是 你真需要这一笔钱吗 我孩子上学 没有钱 我需要十万新台币 我求 他要上大学了 我求 要求 要学着 用窍诀向内求 不是向外去求 不是去拜这个佛 拜那个佛 错 你要向内求 向内求 求自己的大人如来 求自己的如来藏 然后学下重愿 通过那个门 那个窍 关窍进去法界 许下 向障碍你财富 不得到满足的 冤金债主 呈下许诺 我一旦求财得了 我 弘扬佛法 这个钱我拿给孩子去读书 满了我实俗的 圣意有地的愿望 因缘所生法的愿望 然后我 舍身未到 弘法立成 来还你们这些冤金债主 不障碍我的恩情 保准好事 保准埋怨 你贪得无厌 你有了十万 想一百万 想一千万 世人行邪道 你入魔了 不好使了 说佛法是善法 是满足你们所愿 必得满足的善法 不是满足你的贪法 真有所求 真有所需 一定觉得满足 这就是做实验 看你真得法了没有 看你真修实证了没有 所以是密法 叫客戚取证 就是要做实验成功 做实验不成功 问自己 最近我们队伍里面 有两起很有意思的案例 两起都是 医生断定他是癌症 第一起是新加坡的 另外一起是 好像是马来西亚的 不是马来西亚 是香港的 香港我们这次做了火供 五方佛火供 一个不认识我们的人 通过我们的人 知道我们做了 他捐了三万港币 三万港币 我们就是属于大功德主了 五千 一万 三万 五万 这就是终上大功德主了 他求个什么事 他说 他的这个姑姑 是被诊断 是癌症 有肿瘤了 是癌症 他希望这个化解 结果火供做完了 回去复诊 一复诊 医生说 奇怪 不是癌症 普通肿瘤 怎么一下子有 百分之九十是癌 一下子化成 普通肿瘤了 这个叫量子坍塌 就是 他希望不是 这个肿瘤 不是癌 那么你还是确定 他是癌 所以到我们这 我们说 不是癌 你好好做法会 功德回向 我们也帮你功德回向 他就不是癌 你非得定性是癌 那他就定性是癌了 这就是量子坍塌 这个将来 相关课程 再给你慢慢分享 这都很有意思 就是 心念 可以造 可以化 可以变 你只要 大家的念头一变 有一个法力的师父 帮你一转念 他这个结局就改了 这个跟我们只是这么一面之缘 他听说我们在香港 这次为香港的稳定 做这个超大型的五方佛火供 他就马上捐了三万港币给我们 新加坡有一个是我的徒弟 姐妹三个 这个都拜师了 皈依在门下修炼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姐姐本来是癌症 很痛苦了 花疗放疗 这妹妹又查出癌症了 这个哭哭啼啼的 一家三姐妹来找我了 师父你帮忙 这个 你看 这个 我这个癌症 我知道多么痛苦 我妹妹 这一经诊断说 百分之八九十是癌症了 她说师父你加持 我说 你别定性啊 量子坍塌 你就想他不是癌症 我在加持他不是癌症 我说你去查 结果 一查 高兴的发来信息 师父确诊不是癌症 这是什么 修秘法的客气取证 客气取证 就是说 你一定不要定性自己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说 我是倒霉蛋 我是倒霉蛋 我是穷光蛋 我就发不了 我怎么修也成不了佛 完了 你已经坍塌了 你定性了这辈子 所以你们现在受到的 很多佛法的教育是什么 你不能成佛的 众生哪里可以成佛 要三大恶僧七节才能成佛 末法时期就被你们这么说成末法了 天天我们是末法时期 我们很悲哀 我们很可怜 我们不能成佛 我们三大恶僧七节 我们好好修吧 这就是量子坍塌 这是邪魔说法 释迦牟尼从来不这样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什么 你原本是如来 你原本种子本身是如来种 你不是凡夫种 既是如来种 为何不开如来花 错了 因为你行的是凡夫道 你没有行菩萨道 转念一回 行菩萨道 既是如来种 又行菩萨道 这一生了尽所有众生缘 度尽一切有缘众生 功德圆满必成佛 这不就是释迦牟尼说的 你为什么非得听那些旁门左道 在忽悠你 在蒙你 你不能成佛 你生生世世是我的徒弟 你上辈子就是我徒弟 你这辈子我好不容易找到 下辈子你还做我徒弟 这是奴隶主 释迦牟尼不是这样说 释迦牟尼说 你们都做过我的父母 我曾经是也做过你们的父母 我们生生世世都是 父父母母 父父子子 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为度如母众生 愿成佛 实际上我感动的是 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我成佛不行 我回到家里看房子着了 我已经买好美国的飞机票了 我就飞回去 你们现在就急着买什么 极乐世界的门票 飞机票 我一定要去极乐 你的孩子咋办 你的老父老母咋办 你的兄弟姐妹咋办 你的有缘众生咋办 是退票啊 赶紧不要了 我要做什么 我要在这个世界 愿成佛 这是愣言经告诉我们的精神 到末法时期 大家都知道 真的到末法时期了 没有人能把佛法讲清楚了 没有人能够引领大众修成佛法了 这真的到了末法时期 但是责任都不在任何人 在你自己 你忘了你是佛 你忘了你是如来佛种 你不要责怪任何人 你没有觉醒自己 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方法 觉醒自己 我就是佛 我哪也不去 我就在这个人间成佛 我在这个人间成佛 因为我是道家慈行 来度如母众生的 所以是愣言经说 无浊恶事我事先入 这个世界事到了无浊不堪 我来了 我来了干什么 我要这一生成法王 今生度众生 这才是愣言的精神 不是让你们买了极乐世界的船票 门票 飞机票就要逃跑的 不要 退票 不走 就在这娑婆世界 把当度之众生都度尽了 我们再走 这就是弥勒菩萨的精神 这个人间 这个娑婆世界 必变净土 必变净土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我是佛 我是如来 你是如来 跟我一样 你都是如来的种 那么我们现在是人 我们现在是人 我不是佛 但是人可以成佛 释迦牟尼为我们做了榜样 他是人不 他是人 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不是像你们那么神话般的吹嘘他的 他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 一个讨饭的叫花子 他连你都不如 他靠托伯去吃饭 金刚经上 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吗 他不是徒弟要了饭供着他 是他自己托伯去要饭吃 不像现在的某些人 高高在上 山呼万岁 然后都给红包 然后都奉献 佛陀不是这样实现的 老老实实 脚踏实地的做个人 说我们现在 你是如来种 你不是佛 记住 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要兼顾 比锦空 这个我们叫圣意有比锦空 修空性 对我们面前的财色明师睡 色受响行使 从空性中观 不沾不粘不染 撒脱地在人间 这就叫空性正见 逢是不讲空性正见 去要求富贵 求财富 求解脱者 皆是行邪道者 先要从空性中 起般若空观 再从般若空观中 重视圣意有的有观 所以我们现在是人 你要圆满人道 你要做孝子 对父母要孝 对孩子要慈要爱 对老公 对自己的太太 要恩爱 聊此一生 尽此一生的缘 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要有替 佛法不坏世间法 对那些求助于我们的 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事 去尽自己的责任 去帮他们 这是人道 这是人道 在这里面展现 佛的身口意 用人间的五轮 五刚 五常 要求自己做好人道 这是你必须完成 人德的修炼 慈悲心 异德的修炼 担当 我们这次去香港 香港该我们什么事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 你们台湾也去了几位 你们都是台湾人 香港该我们什么事 香港乱 我们就去那办火供 去调控施工厂 该我们什么事 因为大陆 是我们的祖根 所以我们一体共荣 所以我们的祖根不能乱 我们的世界不能乱 我们的香港 是地球上的一个富贵的地方 要让它继续繁荣稳定 这是一个担当 叫天下信望 匹夫有责 这种义德的担当 你们有没有 还是只管台湾的事 只管我家的事 只管我自己的 那个大家庭那点事 那你就没有这个义德 你不全 你没为整个众生见 没整个的宇宙 去担当这份责任 这是一种担当 不是跟老师吃饭 你买单 这叫义德 这叫小义 大义凛然 为天下记 为宇宙众生记 为太空记 为我们一百四十亿年的 宇宙的众生 都得度去记 这叫大义凛然 义德是尊卑 佛菩萨 圣者值得我们恭敬 为什么值得恭敬 是我们的凯博 所以我们要像他们一样 去成佛 愿成佛 必成佛 究竟成佛 享受那份尊荣 享受那份富贵 所以这就是义德 我们要尊重那些贵重 人家比我们有钱的人 贵重那些 比我们有地位的人 不管他这一世是贪来的 还是作恶得来的 因为毕竟人家是有福报之人 你不能嫉妒 你不能称恨 你瞧不起人家 嫉妒人家 口是两舌是非人家 不对 人家能得到那个钱 是人家的国 是人家的福报 所以从这个 从礼上 要敬大人 为天地 要有这么一个尊卑的一个 道德观 礼德 智德 我们要有智慧 不能愚昧 要有终极智慧 刚才老师讲了 你不能只是世间的小聪明 耍小聪明赚点钱 耍小聪明出点名 这些都不是大智慧 不是我们究竟的终极智慧 那么这个是智 信德 信德是我们目前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 无论显宗 无论密宗 搞个人崇拜 搞迷信的 佛法界大有其人 我的山头厉害 我的组织厉害 我的教法厉害 这是大我漫魔 入体之后的非精妇人 因为佛 就是告诉我们要 人无我 法无我 没有我的胖派 连佛法都不可以有我们 不可以说只有佛法救世间 只有佛法救众生 那这个世间的其他的文化都不要了 只留佛法 你要摧毁它 那你不成希特勒了 希特勒就是他的民族最优秀 摧毁其他民族吧 那不是大矛头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大我漫 害人不前 这是因为什么 没有信德 信德是引导众生 认知 他基督教徒 他也是佛 他也是如来种 一棵小草 也是如来种 一棵百灵鸟 一只百灵鸟 他也是如来种 都是那一点灵光 蒙的尘呢 只不过我们是蒙的人的身的尘 我们变成人身了 他蒙了鸟的做父母 小草蒙了自己的蒙生的草种子 做了父母 天地又给了他灵光 所以大家要知道 众生皆有佛性 你们为什么作为人 还在到处的攻击 你的宗教不好 我的宗教好 我们佛教好 你们这个教不好 那个教不好 别的教有攻击 我们佛教不好 又这个样子又那个样子 都不是佛法 从佛法的信德上来讲 众生皆是如来藏 皆有如来藏 皆看作佛 皆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皆是如来种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大爱所有的众生 连一只鸟都爱 连一个小草都爱 何况它是人 有一个狭满的人身 你为什么不去爱它 那时候我爱它 我怎么办 恒顺众生 它喜欢听基督教法 你用圣经里的道德观 伦理观去讲 你为什么不转换 你有智慧 因为你是空性 你是如来藏 如来藏是大虚空 你看这个虚空 它把所有的星球 所有的众生 都包在里面 我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不是我的父母 哪一个我把它丢出去了 你真的修到空性 如来藏的时候 你是大虚空 你无我的时候 什么宗教 你都可以用他的宗教语言 去先说教义 先说 善 真美 而不是假恶 何必变成你的预言 何必这样的去摧残别人 证明你没有真信 真信不是信别的师父是佛 不是信张不生又多了不起 是要经过张不生的教法 引导你认知你是如来 认知你当下的你是不是佛 但是我们可以成佛 不是佛这一段是要告诉你 重视世间法 你不要高高在上 你要脚踏实地 你要落地地做好一个人 你连人都不是 何以成佛 说人成佛继承 你不可以说我是佛 我不管这个世间的东西 你这次坏了世间法 你在摧毁这个世间法的 伦理 刚常 道德 摧毁世间法的稳定性和和平 安宁 快乐 你在摧毁一切 你是魔 你不是佛 所以我们从我是如来诈 我们现在不是佛 我们是人 我们人成佛继承 我们既修 毕竟空的般若智慧 又要具备圣意有的人间智慧 这种智慧 圆满的智慧 才能使我们今生成就 而究竟成佛 了了自己所有的缘 圆满了自己所有的功德 功德圆满我们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世间去成佛 不能够不顾身边的众生去成佛 我们的功德正是建立在帮助这些众生 帮助这些法界里的一切众生 我们才能够功德圆满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从文字般若引导大家进入观照般若 从观照般若进入十项般若 从十项般若再回到人道 从人道我们再重新安立功德圆满 然后究竟成佛 那么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引导 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不再啰啰啰嗦地去讲太多 我想大家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有多大我们不大 我们就是一个点 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佛 因为有这一点灵光在 灵光不昧 还原它 我们就可以成佛 这是我们的佛种 佛种在哪里 它是以不死明点的形式 安居在你的黄庭 一点针 就是你的身中身里面 它在莲花里面 用方法可以使 把这个 我真正的 这个铁帘打开 然后使它显现 使它显现 这都是密法要修的一些 具体的方法 将来再有机缘 再去引导大家 去实修实证 那么 从这个地方认知 我们父母未生我前 我是一点灵光 父母寄生我之后 我的灵光不昧在自己的心中 然后我将来死的时候 我只要把这一点灵光激活 我至少可以回归法界 成法身如来 法身如来 如果我今生修得好 我可以借一点 这一点灵光 使自己的肉身 做一个模子 就是将来你在色究竟天成佛的时候 报身成就者 这就是究竟圆满成就的 报身佛成就者 是法界多类尊佛 记住 佛佛道同 佛佛相不同 什么意思 你不能说阿弥陀佛 长得跟释迦牟尼一个样子 这个观音菩萨 跟大师之菩萨长得一个样 不是这回事 他们同聚三三二相好 八十随情好 就是我们这些女士 长得个个都漂亮 但是你们个个有特点 对不对 不是个个都漂亮 个个都一样 那完蛋了 那怎么去区别 所以在法界的报身如来的 色究竟天上面的 所有的诸佛菩萨成就的时候 是有自己的像的 这叫静向身 所以这才叫圣居土 不是只有一片光 你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你 不是这回事 它有自己的国土 就像我们地球上 有台湾 有香港 有英国 有法国 对吧 有这些国家的存在 有这些地区的存在 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国土存在的 所以这当然就允许西方圣者 在那儿也有报身 也有报身成就了 他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他大鼻子 这个白皮肤 跟我们黄皮肤 不是一个皮肤的 他在那儿 现用自己的肉身 做模具 变成了报身 但是人家长得也很潇洒 很漂亮 因为也具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行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报身成就 才是纠结成就 报身成就 才能化身无量度众生 所以真正的修行 要不是化身回归 我们往生西方也好 这些都是自己的神识的往生 你连化身成就还谈不上 连化身成就 你没有去展物 你还是有染 叫待业往生 所以我们不要去选择 这样一条路 尽量选择用般若智慧 文字般若的引领下 走观照般若 走十相报若 正果 然后今生可以修成报身如来 借助这个肉身 用这个模子 在法界变成镜像身 然后变成镜色身 他也有色 但是他是纯净的 透明的色身 不是这个色界天他有染 净色身他没有染 那么我们如果今生成就 我们报神可以成就的 成就以后可以化身无量 再六道度众生 从菩萨果生到佛果圆满 所以我们要活着成法王 活着成菩萨 这是我们金刚圣修炼的核心机密所在 我们这里都有相关的法药 相关的窍诀 大家可以实修实证 引导大家去实修实证 一步一步的走 那么在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 我们要重视 成于内 行于外 我们的身口意 要用道德律来检讨自己 也就是我的仁 义 理 智 信 我通过我的话说出去的 是不是具足了这五德 我的行为的做作 我是否行的就是这是五德 这个就是才检验你内在的心的意 是否符合五德 因为你的意 别人是看不见 但是通过你的说话 通过你的做事 你不仁不义 是可以看得见的 是不是 是可以看得见 所以我们严格的 每一天要反省自己 要忏悔自己 要去检讨自己的身口意 做作是否符合 仁义 理 智 信 着 五德 我们在家局势不讲五戒 实际上你把五德抓住了 就是五戒 为什么呢 咱们来看它的对应关系 这个我们先说五戒 五德 然后五脏 五行 五戒大家都记得吧 你们都是学佛的老菩萨 五戒是什么 杀 道 淫 忘 酒 然后 不杀 不杀 为什么 人德 不道 为义德 然后 不淫 为理德 然后 不妄语 为信德 不糊涂 因为喝了酒容易糊涂 所以是就没有智慧了 所以这是智德 所以我们在一样局势 不去讲着五戒 讲五德 讲五德 那五德对着五毒是什么 所以这面后面还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叫五毒 我们为什么要信守五德 对待自己的五毒 贪心 为什么贪不准 我的孩子要有这个 我多拿点回去 贪 我要多赚钱 让朋友 赔钱 贪 因为有我 贪 所以是这个坏了德行 不慈悲 没有慈悲心 没有同理心 然后 贪 衬 吃 以 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守仁义里之限 因为如果你不信守这五德 你必然展现出贪 忿 忌 忌 忌 你还去做这个 你都是凡夫 你还去做这个 称恨 忌 忌 你说你做了天清地灵了 这个胡说八道 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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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車又跑不起來 你買了幾百萬 到你們這可能幾千萬新台幣 買一輛跑車 過分 贏 你不要說男女這個是贏 過分的都是贏 就過度的浪費 吃飯 吃飽了算了 有客人來 我今天花了幾萬塊 請了朋友了 結果你會的花幾百萬 過分 贏 贏 這就失去了理道 为什么 你看我多牛 我很有錢 我請你吃飯三百萬 我慢 展現出是一個我了不起 我能夠請得起你 展現的就是一種大我慢 高高在上 自我了不起 然后 还有呢 这个疑 什么都怀疑人家 他這樣對我好 他是不是有什麼動機 有什麼目的 啊 這個要張老師讓我來聽他的課 他又騙我的錢 這個懷疑 就是這個樣子 疑 失去了信德 然后 吃 于吃 失去了智慧 所以是 大家要重視 我们如果不具備武德 你就是具備武毒 那麼我們在一個 這個課程中 回頭我們要給大家上這個課程 這個大家看是一個 走線圖 這走線圖都帶來箭頭 將來這個我們有 這個因為時間 要細細給大家講 那麼要講五十堂課 到一百堂課 因為五十堂課未必能完成 那這個大家看它有一個箭頭 就是這個箭頭是向這個 代表著它越來越高 這個向上也是越來 這個向上也是越來越高 那麼我們剛才講到 第八史 第九意識 圓成一仙 在這個高度上 也就是你超越了八史 進入第九阿摩羅史 使用真心 真意 使用真實 那這個將來都有 將來都有相對應的 功法叫止觀法 我們的止觀是不要錢的 是免費的 你們新來的可以來學習的 這個是真的不要錢 我們是公開教授的 然後那麼這個走線呢 是什么 就是我要出六道 因為對應的是天道 到第八是天道 第七是這個地道 第六是人道 再往下是眾生道 所以這個走線是 也是人的意的 理的智的信的 他從信的開始 人無信不知其可 你要從這個基礎開始 地基開始往上 那麼有智德 有理德 有義德 有人德 是要往上升的 這個德是一層比一層高的 為什麼知道呢 老子說 失人而後義 失業而後理 他是這個往下越來越低的 懂不懂 他這個人德 他就包容了義德跟理德 智德信的都在其中了 那義德又包容了理道 智德跟信德都在其中了 所以越往下越低 越往上越高 那麼最後是天地人三才之德 所以我們經常傳統講八德 八德是什么 人以理之心 加什么 天地人三才之德 講八德 八德是最高是到天 到無色界天 你完成了天 但是我們修真人之道 修佛的人 我們要超越天到 究竟圓滿 初六道輪回 那就到第九了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高度 那麼有一個廣度 有一個在體內的量子支撐 能量支撐 叫量子軸線 也就是你非得要有金木水火圖 五行能量的支撐 那這個對應關係呢 在這裡講到五臟 那麼這對的 肝作為一個臟氣 肺作為一個臟氣 這是心 這是脾 這是肾 這叫五臟 五臟是五個倉庫 裡面裝什麼東西呢 裝木 金 火 土 水 當你這個奉行五德 你這個五臟裡面的 這些五行能量是出於陽性的 當然還有個真光 就是木是綠色的 綠色的它透明的綠 就叫真光 純正的綠 沒有別的雜色 叫羊 羊的綠叫羊木 如果染了的就為陰木 陰木 大家木頭裡面掺著水 拿到火爐上一燒 它不起火苗 它起煙 嗆死個人 嗆死個人 它就是稱恨 就不是人德了 它就有這個什麼 殺心氣了 殺心氣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一定要有一個能量軸線在支撐著 就是你體內五臟五韻皆空 是皆空皆陽還是皆陰 皆空就是空明 就是透明色 如果皆陽 五臟都是純正色 如果皆陰都是掺杂著別的染杂色 所以這裡面就決定了 你自己的六合結構體的方正心裡面 是什麼結構什麼狀態 記住 這個整個的都是正向的軸 所以它決定了你是人道 天道 阿修羅道 這是三善道眾生 叫人間正道是桑桑 但是這個軸線一旦向反方向走 大家看大屏幕這個軸線 剛才說這個部分是向上的 道德我們是也奉行人意理之心武德的 但是你不封行人意理之心武德 你是貪嗔痴慢疑 好了 它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我們經常見到很多師父 在法台上高高在上的 說的天花爛墜的 你們要出六道輪迴啊 你們要怎麼 他就不講武戒 他也不講武德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做的都是貪嗔痴慢的事 他在法座上講的是 满嘴的仁義道德 要出禮啊 要念佛啊 要往生啊 結果你看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贪心 贪心 巴不得全天下的佛教徒都是我的 都到我這個山頭來 不要到別的山頭去 贪 有一個我 在裡面潛藏著 我的山頭最厲害 我的法最厲害 它展現的不是仁德 是什么 贪 它誹謗別的道場 嫉妒別的道場 嫉妒別的法師 誹謗別的法師 那这是秤 这是秤 恨 然后 有大火慢 你们看 我已經成佛了 我是你们的道士 你们只要供奉我 我就可以让你们去 往生极乐 我就可以让你们 把业债都给我 你们只要给我红包 业债都给我 我就可以让你们去成佛 你们原本是佛 这讲得很清楚 这是大我慢 佛不是这样教众生的 是因果 你要自己承受 什么都换因果 不空 你要自己去承受 因果 然后还有 疑 相互猜疑 你不要信这个宗教 你不要信那个宗教 那个宗教不好的 我们的宗教是好的 去怀疑别的圣者 然后还有什么呢 教给众生 不是智慧 不是开智慧 而是信我就好 信我 你们什么都不要信 我已经成佛了 你信我就好 然后众生失去了 真正的智慧 然后 愚痴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他一讲出离 要出流道轮回 你用这个一评判 邪魔说法 邪魔说法有多少种呢 《愣言经》上 讲了五十种阴魔 五十种阴魔 所以大家呢 今天到了一个 什么时空点呢 要听起言 观起行 也就是他的行为 他实际上内在的那个 藏着的那个 他通过他的行为 会展现出 他真的想要的东西 他一旦展现出的 贪嗔痴疑慢 你看他讲得很高 实际上他是 五十种阴魔在作祟 他没有真正的成正过 那老师他有神通啊 他什么都知道啊 你看我去了 他也能帮我做事啊 很简单 你们现在能帮蚂蚁不 前面有个水 马上要把这群蚂蚁 给淹死了 那你拿一张纸 然后让蚂蚁 慢慢爬上来 给它牵移走了 大水漫过去了 蚂蚁没有被淹死 你伟大 你真的伟大 对蚂蚁来说 哇来了个天神 你看 开了个飞碟 然后怕我们就这么 给飞起来了 安全度过了这个结束 对吧 好 我们人是三位空间的众生 那天呢 欲界天呢 天魔妇妇人 天这个鬼魅妇人 这个我们叫这个邪魔 大我慢魔妇妃精妇身 他都是来自天界的 天界他帮一个 他是四位空间的众生 他帮一个人道的众生 容易不容易啊 也容易 所以说我们真正学佛 要重视 你是如来种 你要找一个 教你怎么去把这个如来种 下在新地 新地法门里面 然后怎么自己开自己的花 接自己果的人 你要找一个leader 找一个导师而已 不是找个爹养着 不是找一个人 天天顶礼墨拜 这是封建的参与 这是奴隶制时代的参与 这个不是今天这个时空点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要迷信 要听起言 观起行 要真信 你示如来 但是我是人 我是人 我就要有智慧 去明辨是非 所以我们回头呢 一定要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 这三根走向的正反 最后结成的四个象限 是八度空间 八度空间 一定给大家讲 讲清楚以后 你自己不会再被 这个时空点的 邪师说法所获 因为你自己 不会迷惑你 因为你用这个体系 一分析 来把它 界定一个格局 你马上知道 它是正邪 这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盘 因为我们在末法时期 我们是众生 我们是人 我们现在还不是佛 你没有那个能力 去明辨是非 一定要有一个工具 去衡量 因为如果你是 被一个狐狸精 附体的师父 所控制 或者那个团体 是天魔附身的 一个师父 来控制的 实际上你很难 从它那个 魔网中拖出来 为什么让大家 持孔雀 迷王咒 为什么让大家 持这个 金刚撒头心咒 就是你 真正它是 魔的罗网 你持这个咒语 你很快 脱魔罗网 这是帮助大家的方法 但是你前期 你不要贸然地信一个人 你一定要用这个 这个方程式 这个工具去量一个人 也就是说 你一定在修行的前期 要入正法门 要进入正法明 不要去稀里糊涂地烂学 谁的人多 谁的名气大 你就去学习 这在人道是很恐怖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体系 尽快地 我大概用半年的时间 给你们讲透 讲透 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佛法 什么是真正的 一生可以成就的 这个技术方法 而不要去整天的浪费光阴 浪费时间 一生忽忽悠悠 下一辈子还是个糊涂虫 这个就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是可以成佛的 但是在成佛的路上 凶险多 我们需要一个明师去指引你 日月明的明师去指引你 另外我们需要一个道场 需要金刚兄弟 相互地扶持 这个不至于走错了路 所谓道理道友 这个佛友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真正实修实证的 明白人在一起 结成一个僧团 这个僧团是可能有出家众 男众女众 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是 可以局势身 有一个修法的医治处 那么大家要这个金刚道友 经常地相互帮助 今天很多老道友不错 这个倡导着 引导着你们来到这个道场 当然不能说我讲的都是对 大家也要批评着听 讲的不对的提出来 我更改 但是我希望呢 就是记住这三句话 你是如来 你不是佛 然后你可以成佛 好吧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次对你们的到来 表示感谢 包括网上的朋友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